为实现20分钟试镇 45分钟城市愿景 陆路交通管理局正式推出 2040年陆路交通总蓝图 逐步扩大公共交通优先廊道计划 延长滨海市区线和汤深东海岸线 在南北线增设两个新的地铁站 并探讨建造一条新地铁线 为北部和东北部居民提供便捷的地铁服务 来看记者薛书惠的报道 为进一步改善公共交通系统 而推出的2040年陆路交通总蓝图 将多管旗下提升地铁和公共巴士服务 其中南北线将增设两个新地铁站 预计在2035年前后启用 他们是介于蔡塑港站和五级干博站之间的红砖站 以及克兰之站和油池站之间的双溪加珠转换站 这个转换站将衔接滨海市区县延长线 汤森东海岸线也将在约2040年延长 方便乘客往返乌兰北和仗义机场 当决政探讨建造一条新地铁线 舒缓东北走廊日益防茫的交通需求 预计乌兰石龙岗北以及黄埔等 40万户家庭将受贿 当局指出研究范围将包括居民的人口密度和需求 以及地铁路线和地铁站的位置等 当局将在考虑现有和未来的土地发展用途之后 才来设定计划落实的时间表 为了让公共巴士更畅行无阻 当局也将开辟更多公共交通优先廊道 未来登家玉廊湖畔和乌兰北路有望加入计划 其中最长的南北廊道预计2026年竣工 可为公共巴士乘客省下15分钟的通勤时间 当局将在地铁和巴士上增设更多轻乐龄设施 可能会有一些车厢是有优先给那些年长者 或者是那些需要帮助的那些乘客 打造一个比较优雅更有包容性的交通系统 除了加强地铁和巴士服务 2040年陆路交通总蓝图也计划在玉廊湖区 玉廊创新区 物栏区域中心和榜额数码园区 打造更多就业中心 让更多居民能够在住家附近地点办公 不过受访分析师认为 在中央商业区外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未必能缩短国人住家与工作场所之间的距离 另外 脚踏车道网络 也将在2040年延长到1000公里 当局计划在美世界和登家 设立新的综合交通中心 这类冷气综合交通中心 结合购物商场和公共巴士转换站 能够加强巴士与地铁的连接性 全岛已有9个综合交通中心 还有5个正在建造当中 新闯媒新闻记者薛书慧报道 有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